Hello大家好,我是TOT,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张视频是一期茶话会 主题就是21世纪了,你还在啃老吗? 我一开始是比较害怕做这种类型的话题 因为其实每个人的家庭背景 个人的经济条件都是不一样的 没有办法站着说话不要疼 说真的,我虽然不是啃老族 但是我也确实是一直在用我爸妈的钱 之前拍视频的时候有跟大家讲到过 我大概从大四那年开始 就没有再主动问父母要过钱去维持我的生活 因为从大三实习开始就已经有了稳定的一些收入 或者说用空余的时间去兼职 所以那些收入基本上就变成了 我在生活开销之外的一些零花钱 那之所以今天会想聊这个话题 是因为我最近收到了一些小朋友的私信 其中就有一条私信讲到说 离开家乡出来打拼 父母给钱该不该要的问题 因为每一个人的家庭背景和经济条件 以及个人的能力都是不一样的 就拿我个人来说,从西安来到北京 中间我没有拿过父母的一分钱吗? 不可能的,我是一个非常攒不住钱的人 之前在关于我的50问那条视频里面 我就跟大家讲过 我一定会把我的钱分成大头的一个银行卡里的钱 每个月日常开销会放在支付宝或微信里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以免我一时冲动消费 花掉了本应该维持生计的钱 我觉得像在北上广这些一线城市 你的生活压力和生活开销都是很大的 我觉得该不该问父母要钱这件事情 有两个要点 一就是你的个人能力以及你的经济基础 二就是你个人的思想上的态度 其实搬家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经济上也有一定的压力 就是我一口气要掏掉两万多的房租 而这只是前三个月 我不愿意做一个捆老族 但是有的时候迫不得已还是要去问父母张口要钱 我妈经常说我花钱大手大脚 怎么说我这个人就是在某些方面非常的细致 但有些方面就非常的大条 比如说我去超市买生活用品 我很不喜欢看商品的价钱 或者是去比较同一个品类价格上的差异 这点非常不好 就是你花钱不够仔细 很多时候钱就莫名其妙的就没了 但我真的不是钱多 而是我没有养成这种好的习惯 这一点大家千万不要跟我学 生活还是要精打细算的 同时我也很庆幸 就是我的父母能够理解我 理解我这种不想待在舒适圈 然后想要走出去挑战自己更多可能的想法 我爸妈确实是在这件事情上给了我很多的鼓励 我也收到过很多小朋友的私信 自己是想要离开家 然后去外面闯一闯 但是父母就百般阻挠 因为天下父母都是希望自己的儿女 过得健康快乐安逸就好了 所以很多时候踏出舒适圈 真的需要自己有很大的勇气 你需要去面对未知的很多可能 可能是失败也可能是成功 这些都没有人会告诉你 或者告诉你怎么做 就在我搬家这个档口上 我其实手头比较紧 因为我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存款 我妈就提出了要给我赞助 其实我心里是很愧疚的 因为我虽然是从大学之后就没有要过钱 可是我觉得手里没有积蓄 所以这件事情真的让我意识到 手里有点存款真的很重要 但其实我又意识到另外一点 就是钱的确很重要 它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但是跟家人的亲情相比 钱真的一文不值 小的时候在玩具店哭着闹着要一个玩具 爸妈有的时候都不愿意买 但我现在离家很远在北京工作 爸妈省吃俭用 想要给你打钱 让你过更好的生活 有的时候想想父母对你的感情真的很奇妙 所以我现在心里就有一个目标 就是好好的工作 让自己的生活有质量上的保证 也想让我爸妈不再担心我 让他们也过上更高质量的生活 所以我提倡 尤其是女生做到经济独立 不要依赖任何人 如果是一些特殊时期 一定要有意识的去理财 要大概清楚自己每个月的生活 开销和收入是多少 不要欠任何人的人情 学会理财和存钱 以及金而减的收获 你真的会收获很多尊重和乐趣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的茶花会 跟大家聊聊关于钱的那些事 希望大家都可以变成独立自主的人 希望你还喜欢今天的视频 我是TOT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